台湾不是最糟的 2009年9月到10月间 菲律宾连续遭遇到四个台风侵袭 家园还来不及重建 又遭逢新一波的灾难 这是菲律宾风灾中人们最难忘记的画面 我们就这么旁观着大自然 把一个一个生命从眼前带走 原本的十几个人 最后只剩下三三两两渺小推定 一条桥成了人与世间道别的地点 马尼拉街头到处是风灾留下来的印记 市区等待清理的垃圾超过两万公顿 孩子们与垃圾共处 为了平息民怨 菲律宾总统开放金碧辉煌水晶灯式的总统府 成为史上最豪华的灾民收容中心 即使无台风警报的平静日子 地球仍有灾难 土耳其九月某一天突然下析了大月 不到两个小时就湮灭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坦堡古城 行驶道路中的公车灭顶 本来只是小妹休息的卡车司机 全都来不及逃生 原本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为了生存 也是为了了不起的人性 在街头上彼此协助 同一个时间地球另一端翻转陷入严重感旱 联合国估计东非之角 2009年共有2300万疾民 无水无粮 其受难人数于惨状 远超越过去任何非洲战争所带来的灾难 这是New York Times 9月7日所刊登的非洲灾民照片 照片中的他说 我不是很老 只是很饿 很渴 2009年森林野火从澳洲 美国希腊 满沿至每一块干旱的葡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9年森林野火从地球向工业革命发源地发出重大讯息 先是秋天不见了 枝头上明明还挂着绿叶 却已是大雪纷飞 气温移转移转到零度以下 估计2009年秋天只有35天 气候专家说 长下 长下 短秋 然后是长冬 短春 这将是我们未来地球的新四季变奏曲 圣证 圣诞夜前夕 天主更将他的祝福转为景雨 苦了不知所措的欧洲人类 许多地区 气温直逼零下22度 甚至40度 宛若一片南极的大基地 横跨英吉利海峡 连接英国法国 比利时的高速铁路 欧洲之星 在大雪纷飞的耶旦节前夕 成了欧洲旅人的噩梦 五列欧洲之星列车 陆续出现电路故障而抛锚 2500名乘客受困隧道 原本只要2个小时的车程 足足呆了16个半小时 车上的乘客 宛如陷入恐慌的黑洞 没有食物 没有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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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真正的资料 终于 一个启动工业革命 相信人必可战胜大自然的起源地 也在大自然面前倒下来了